中国大陆的AI的发展领先美国 那因为深圳这个地方 他们的AI的人工智能的发展 在目前来讲 全世界他们大概发展最成熟 所以他们把这个人工智能 用在军事上这是不足围棋 因为你看美国以前 也是一样 也是用人工智能发展在兵推里面 那问题就在于说 因为人工智能里面 它最早其实最高明的 就是用围棋来演算 也就是说我们在下围棋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一种 人跟这个电脑之间的博弈 这个就是AI 那现在证明说电脑的演算能力 比这个人的演算能力更强 因为他们前段时间把中国 那是全球第一名的 这个围棋的一个九段以上的高手 他们有对异 但是赢不了这个人工智能 那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大陆他们对于整个解放军的 各种攻台的方案 也就是说他们把所有的参数 也就是我们讲的变相 例如说假设美国介入 或者美国日本等相关的国家介入 那介入的时候是有哪几种方式 那你只要把所有的数据 一直往内里面去输入 输入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演练他们的攻防战 那么也就是说根据战争的规律 战争的原理 例如说什么样的武器攻击的时候 会产生多少 然后因为那些东西是说你的 只要你的战争的经验 或是你收集到的材料够丰富 例如说假设 然后只举例子 假设中国大陆每一次都在研究 因为我知道他们确实非常仔细地在研究 美国在海外的每一场战争 小到一个战斗战役 大到一个战争 例如说对阿富汗的战争 波斯湾的战争 两次的波安的战争 伊拉克的战争 甚至叙利亚的战争 传统的跟非传统的 正规的跟非正规的 游击部队的战争各种 这些都在收集的情形下的时候 把这些所有得到的 所有的参数 不管你用空中的飞行器 海上的浅射的 或者是地面的各种飞行器 都把它输进去里面 来去演算中国大陆现有的作战能力 我觉得演算的一个过程里面 他们会找出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最佳的解决方案 通常都是在军事演习的时候 就来去验证 因为那叫做实兵验证 实兵验证很重要 所以你会看到 解放军的每一次的一个 军事动作 不管在海上 或者是在岸上 或者是在福建那个地方 举行登陆作战 那个都是在验证 验证说会怎么打的时候 那么哪一种最佳方案是怎么样 所以每一次的演习 包括飞机怎么飞 那都是在做验证 所以他可以先用透过AI 然后去冰推 冰推然后呢就实地来训练演练 是的 因为冰推完了以后 他们就要去验证说 这个冰推跟现场的结果是如何 因为中间一定会有误差 例如说我们时候的天向天后的变化 早上中午晚上的变化 各种都是不一样 那飞行员本身在适应的时候 还有就是人跟无人机 例如说跟无人机本身 怎么去搭配作战 因为无人机的这些飞行员是在安全的这个大后方 在这个地方做遥控 但是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是现场在看 那战斗机的飞行员它的世界是更大嘛 例如说它的整个这个战斗舱里面 它是全部都可以看得见的 然后无人机的飞行员 它本身就没有办法像战斗机的飞行员 如此的灵敏等等 那因此怎么样去搭配 像前段时间就大陆他们在测试 他们的潜下的那个无人艇 而且他们本身也想了解美国多少 所以你才会看到美国人很苦恼就是 例如说他们在南海 假设我这艘船 我在南海我要开始要把无人艇丢出去 结果就被大陆的移民捞起来 捞起来后就送危机他们就去研究 他们就这样可以破解 很多美国的无人艇的一个操作方式 日本的总体国力就大陆的三分之一 那一个就只剩下三分之一的日本 说要用来对付北京 这个有点可笑了 第二个日本的军人是募兵制的 那他们在中东地区压力多一点的时候 军官的自杀率是全世界最高的 所以现在的日本已经不是军国主义时代的时候 或者那五四道的精神了没有 他们的军官只要压力大一点 他们大部分很多就选择自杀 这是日本自己的统计资料 不是我赖约前发明的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日本是募兵 所以他们的军队啊 如果说大量伤亡 好久不会有人当兵 那以日本现在的情况是不太愿意当兵 所以他们募不到兵 他们有1亿多人口 可是他们的军人也不过就是一二十万人 所以你从这个逻辑跟角度来看 更何况日本离中国大陆太近 是在中国大陆所有的中程的弹道导弹 的打击的范围内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是日本是虚张声势了 他如果没有美国做靠山 他什么都不敢 但他可以就是抢这个制空权嘛 然后延长那种空中作战的时间 也没有能力 因为他那只是空中加油机 只是说让日本的战机在空中 能够停留的时间久一点 也就是飞远一点 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战机 基本上来讲是在这个 防空的导弹的打起的范围内 尤其中国大陆的空军 比日本的空军强很多 不是强一点点 是强很多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日本不管是空军海军或是陆军 打不赢大陆啦 接着我们就会问说那美国 美国根本靠近不进来啊 所以讲辞员台湾 我觉得那是谎话 那是四季大谎话 我为什么会一直讲说 什么美国辞员台湾 那是四季大谎话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的导弹 它能够建立起来的 整个作战半径 至少是1500公里到2500公里 的这个范围内 也就是说我们台湾海峡就是180公里 那你说台湾的宽度 也不过就是不到200公里 那你再往外延伸 你想想看这样的一个作战半径 是在中国道路的所有的精准弹道导弹的作战范围内 美国的船一进来 几乎都在海上就被打掉了 那船一进来被在海上被打掉 美国要怎么样把他的军队投到台湾来呢 我就一直解释 我就觉得 美国的军队要投到台湾来 尤其是大批量的军队 一架飞机 也不过就是只能够载运一个 两个连左右顶多 而且是清兵器的两个连 了不起喔 一个很大的运输机 两个连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运输机在空中就会被打下来 因为它飞得很慢嘛 那飞机也飞不进来 船也登不上岸 那你怎么去支援台湾 那是鬼话嘛 坦克也上不来 飞机也进不来 船也进不来 说支援台湾协防台湾 我觉得鬼话 除非说你美国现在 就五个师 一个军团就直接进入台湾了 在台湾建立美国的军事基地 不是用我们的军事基地 是用美国的军事基地 如果不是美国的军事基地 美国的装备 你说要等到打起来以后 美军再靠进来 根本靠不进来 所以我觉得那是鬼话 欧布莱恩这讲的更是 大不专业的话 还亏他干过这个 难怪美国的战略政策 错误成这么离谱 因为这些官的水平就是这样 为什么台湾是何等大事 台湾是何等大事 东京奥运算什么 东京奥运跟台湾比起来 坦白说 北京东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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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台湾这么大的事 东奥算什么 在人类过去里面 边办奥运边打仗 这常常有的事嘛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你只要台独的宣布独立了 美国说我听你 就打起来了 东奥照办 战争照打 还有讲说什么 哎呀如果特朗普 川普又上来 北京会担心 北京什么时候担心 美国什么领导人 这又是一个 一个 賴老师完全不认同他的台湾 不是 川普算什么 蓬佩奥算什么 拜登算什么 我要讲的是 你美国的总体国力 进不来台湾 这才是重点 而不是谁当家 这些人讲的都是一些 大不专业的话 我都觉得还当过 国家安全顾问 川普的话 永远是很尖酸刻薄嘛 那问题就在于 拜登为什么要打瞌睡 不可以打瞌睡嘛 而且连 英国人也很不开心啊 就是英国人那么 他觉得他很认真的 办了一场 国际的 而且希望能够 在这一次有成果 结果你拜登在这个地方 还睡起来了 还真的睡着了 这个对英国人来讲 觉得你也太不尊重 我们这个地主国 所以我觉得 拜登在这一次 不应该睡了 他睡的是不对的 拜登的团队有问题 因为他的团队 本来应该要大破大力的 也就是说 川普时代做错的事 你上来 你应该要顶住风 然后改掉 结果呢他没有 他顺着川普 给他设的框架来走 那当然越走越糟嘛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很清楚 其实这些政客很清楚的知道 你要解决美国自己的国内问题 国际的问题 一定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你如果跟中国大陆对抗 第一个 中国大陆是绝对不会让半步 因为这个已经交手了几十年 跟大陆 美国跟大陆交手都很清楚知道 大陆在根本的利益上 是绝对不会让半步的 也就是说 一定是双方都有利 他才会让 但是如果说 只有你有利 我不利 中国大陆是连半寸都不会让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对美国人已经交手了几十年 还心存幻想 说我给你压 给你压 给你压 那问题就在于 中国人是最不怕你压的 你越压我就越给你顶 那顶到你投降为止 那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我们的精神嘛 八年抗战也不是就是这样子 抗出来的吗 我们就是给你顶 顶到最后 你日本人战败为止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是美国人 他们以为说 中国人是他们以前 他们在中东地区 作战的时候在非洲 压一下以后他们就投降 我觉得他们没有搞对 没有搞对 因为满清时代的时候 还没有民族意识 现在的中国人有民族意识 而且那民族意识清清楚楚 那怎么可能 中国人脊梁硬得很 怎么可能吞得下 这个你欧美人的压 我觉得欧美人 简直是脑袋坏掉了 千万跟中国人交手 不要敢用压的 压的这个方法 我觉得压了这次 让拜登 你看拜登 为什么会一事无成 你看他上台到现在 什么东西都做不成 那就是因为 你一直跟中国大陆对抗 对抗对抗对抗 你国际问题不能解决 国内问题不能解决 他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时候 当然老百姓就恨 我觉得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解决问题了 老百姓就给你鼓掌 已经呼吁很久了 一直希望说 在联合国的案里会 讨论这个对于 朝鲜的制裁案 那他们有提出几个方案 一个就是可回溯的 那么有限度的解除制裁 那也就是说 对于朝鲜的民生需要的 因为朝鲜现在很有可能陷入大饥荒 而且医药缺乏 所以朝鲜非常需要帮忙 所以他们 而且他们认为 一直这样子单边制裁 朝鲜是没有道理的 那中俄一直在推 已经推很久了 在联合国提了很多次 但是都被美国否决 那他们也努力地去说服韩国 说韩国 尤其文在寅 文在寅最后一任 他们就一任 他也希望文在寅在这个地方里面 帮自己的兄弟一把 那文在寅他目前来讲 犹豫不决 因为他的国内里面有支持他的 也有反对的 那反对的就是亲美的那一派 他们反对解除对朝鲜的制裁 不过看起来 中国很有可能就是中俄 很有可能就是 不管你美国同不同意 因为杨洁篪已经跟朝鲜 驻北京的大使见过面了 见过面以后 那目前来讲 朝鲜跟中国的铁运已经通了 以前是封了嘛 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通了 通了以后也就是 朝鲜的火车 那么可以进入中国境内了 那这样的一个联通的话 很有可能一些物资就会进来了 会帮朝鲜度过 这一次的冬天的难关 我觉得会有改变 那你美国继续顶 那中国大陆也不是会很理会了 我觉得美国的影响力跟作用越来越低 不一定会解除制裁 但是实际上来讲 对于朝鲜的压力会越来越低 所以布林肯他这一次又拿朝鲜 伊朗阿富汗缅甸 要跟中国大陆交换台湾的问题 就是要交换台湾的问题 民进党你随时可以被出卖的 那大陆只是说 台湾的问题没得交换 那就是中国大陆说了算了 不是你美国人说了算 也就是说你美国人打这个牌没有用 他不会理你的 那我觉得也就是因为大陆这么硬 所以民进党你今天还能够活着现在 不然早就被出卖了 人家本来就想把你交易掉了 这个民进党是脑袋有点 嗯 嗯 嗯